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 FIBO AI 的歐文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歐文 你好 嗨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那想要請歐文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初創業的起心動念是來自於哪邊呢 OK 好 我當初想要創業是因為 其實說實在我很希望可以帶給大家健康 對 那其實在帶給大家健康 我雖然沒有辦法當醫生 因為我不對 不喜歡讀書嘛對不對 好 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帶給大家健康 我從小到大都是一個運動員 所以我覺得其實轉換運動 其實是健康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起點 對 所以我是投入到的是一個就是健身的產業 對 然後我自己有做一個就是我自己的健身房 這是我人生當中的第一個創業 現在還在持續當中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起心動念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把它變得更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新的 Fibo AI 這個project 就是一個整合在 AI 加上大健康的一個 全新的一個商業模式 然後延續我們的創業的量能 是 好 那想請歐文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在這個創業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挫折 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OK 這個挫折基本上來說 大家很顯得意見吧 只要是任何健康相關的 健身健康相關的夥伴們 大家都應該有遇到一個非常災難性的打擊 就是疫情 哇 這真的太恐怖了 我們居然沒有想到就是說 我們是傳達健康給大家的一個產業 但居然會被停業 OK 所以其實這應該是除了台灣以外 全世界都在遇到的一件事 那也是因為在那個挫折的狀況之下 我依然保持我的初心 就是我必須要先照顧好我的員工 所以我一樣就保持我們的薪水都照發 然後很努力的維持我們跟會員之間的關係 OK 那在這段時間當中 其實對於我來說 也算是一個人生的低谷之一 那重新的反思自己 再把自己做一個歸零 我覺得可以用更多不同的方式 來去做一個學習跟轉換 所以我在透過那樣子的一個挫折 很努力的停過以後 想辦法的去讓我現在目前的一個產業做轉型 對 因為那段時間真的是太痛苦了 一年大概虧掉大概五六百萬 那個算是剛好而已 對 但是自己還是把它很努力的把它走過來 是 好 那想請歐文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因為其實你們算是 跟運動以及AI做結合 那想必這過程中一定是有遇到一些 不管是學習 或者是說一些過程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那你是怎麼去解決他們的呢 OK 好 我們其實我們的整套系統 在實際應用上面 跟整個線型的一個呈現上面 基本上來說都是非常先進 而且非常的實用的 這些事情 但是有一個非常非常 尚未能夠跨越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來教育市場 因為第一 我們的東西太新了 新到就是大家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居然有一個東西可以在短短的三到五分鐘內 直接在不脫任何衣服 儘量穿貼身的衣物 沒有貼任何貼片的狀況之下 三到五分鐘可以直接量出 你的全身的骨骼跟肌肉的一個 現在的健康程度 這是一件非常crazy的事情 而且也是非常非常應用的事情 我們有試過弄了一個非常精美的proposal 然後我到處去拜訪 不管是專家或是業界的很多的夥伴 都聽不懂 所以他們都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直到大家願意把鞋子脫掉 站上我們的店子的那一刻 他什麼都看得懂 包含企業本身也都是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目前遇到最大困境 就是我們必須要去教育市場 好那也是因為這樣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我們就是每天都是開著車 從北到南瘋狂的跑 我們最遠已經跑到淡水 最南已經跑到 跑到屏東了 那現在只差東部沒去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量能 所以讓我們就是讓我可以打造出 我們的一個企業文化 就是不管你到不管你在哪裡 Fibo都到你身邊 那基本上來說 我們都是全台灣跑偷偷 努力的去宣揚我們的一個理念 對 那很感謝大家的一個肯定 是因為我們只要讓大家體驗過之後 我們現在目前是好評如潮 因為本身系統就已經很完整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商業模式 是可以幫助到大家的 所以其實只要給我們一個機會 只要給我們一個機會 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然後可以把這麼好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好那相信 歐文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之前我們有什麼顧客肯定的例子 那也是 這是您前進的動力呢 好 主要來說的話 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在醫療體系裡面 像包含我們有一些 台灣比較知名的醫院 已經都跟我們添購器材了 對 這是土壁端的商業模式 就是我們是做產品的販賣 OK 然後像Inbody 我們現在比較台灣比較知名的 一個身體組成分析 體質的組成分析 Inbody的夥伴 也即將要跟我們做戰略性的合作 因為我們 我們兩方的器材 簡直是完美的契合 對 那可以有這麼好的一個partner 就是跟我們去 這樣子給我們一個肯定 跟未來又這樣一起共同 經營商業模式的話 這個算是我們一個榮幸 那再針對在C端這一塊 因為我們就比較 我們服務蠻多的 但是重點是 我們就不太好意思去跟大家分享 OK 就是不太好透露他的一個就是名字 但是我們現在得到的是 我們的企業服務是可以完美的去 協助到企業本身的員工 真正的身體健康 跟對於員工照護的勞檢 甚至是未來您的企業 想要做到ESG 或者ESG 或者是SDGS相關議題的話 我們都可以直接在企業面這一塊 員工照護這一面 直接幫您去做一套 很完整的Total Solution 把它全部都落實好 然後甚至讓貴公司的HR 都可以是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報告 可以呈現 對 這件事是比較落地的 好 那這樣請歐文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對於公司的短中長期規劃是什麼呢 OK 那短期的目標當然我們是希望就是紮根在好好的在台灣做好紮根 包含很多的商業模式的應對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在就是回饋給我們最愛的這片土地 然後尤其是台中嘛 我們是從台中發跡的 OK 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我們在今年度的目標是這樣 那包含 只要是全台灣的健身健康產業 股腹健科診所或是物理治療所 我們的器材或者是 你是在針對在脊椎保健上面 或是骨骼保健上面 就是有任何的一些產業的一些業者 都歡迎可以來跟我們合作 因為我們的產品跟整個商業模式 對你是有非常大的幫助的 OK 那除了是理念的延伸 品牌的升級 亦或是說業績的增加 這個都會是非常非常明顯的一個 一個助力 那在今年的目標 我們會甚至會希望 我們在企業服務端的那個部門 跟這樣的一個商業模式 我們會讓他過ISO的認證 讓整個服務的品質 可以更趨近於就是規格化 更高質感高質量化 這件事情是我們今年是 一定要把它做到 就是打底的部分 那中期目標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希望是把它 落實到國際上面 對對對 就是把我們這樣的商業模式 就是可以在我們整個亞洲地區 去把它去做一個普及 然後去把它運作出去 對 因為其實我們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好去做 去做規模化 或是規格化的一個操作的 對 那這樣的一個部分 是在終結目標 那長期的目標的部分的話 我們當然不會排斥到去做 國內或是國外的IPO的一些政策 就是一些策略 那或者是把這樣子一個服務 從線下轉成線上 OK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平台式的一個曝光 或者說用平台式的方式來服務給大家 然後當然我們的初心 就是更加的去落實到ESG跟SDGS 這樣子的一個全人類健康 或者是說大健康的一個目標 好 那想請Owen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如果有一個年輕人 他想從事這個領域 或者是說他想要創業的話 那你有什麼建議想給他們呢 好 主要兩個嘛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假設現在在鏡頭前的你 OK 你是一位年輕人 OK 然後你是想要開始踏入到AI 或是大健康產業 我會很肯定的告訴你 你做的確定是對的 因為這兩個賽道 現在目前是第一個 第一個AI賽道是非常具爆發力的 而且是大家現在生活方方面面 都一定都會談論到的一個賽道 OK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除非你真的就是 你的學習能力 或者是你本身是IT出身 或者是你技術在你手上 要不然其實你會接受到的 所謂的衝擊性可能會非常的高 OK 他就是一個雙面人 對 那這個東西要特別注意 那但是呢 再換了另外一個賽道 就是大健康這個賽道 然後人類有兩件 有幾件事情是非常公平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時間 第二個就是人一定會老 一定會痛 一定會慢慢的越來越糟 OK 那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為什麼 大健康產業會這麼的 就是日久彌星 他是絕對不會衰弱的 OK 他是一個相對穩定的 但是重點是如果你還用傳統 你爸爸媽媽的那種方式在經營大健康 那你不要做了 你絕對會 你絕對會失敗 所以如何整合 AI 再加上大健康 這個兩個雙賽道衍生出一個 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或者是一個投入產業的方式 其實這個是我會跟年輕人分享的 但是還是得要非常肯定大家 你做的決定是正確的 對 然後如果是你現在 你說我真的對這兩個賽道沒有興趣 那你是一個年輕人 那有什麼樣的特質 我會小小的想建議的地方 就是希望去培養你的國際觀 跟你現在所屬的產業 如何跟現在的潮流搭上關係 我剛剛已經破題了 AI產業 你的產業怎麼跟AI產業做連結 你的產業如何跟大健康產業如何做連結 其實這個東西是 你如果不想要轉行的狀況之類 你想要繼續做 繼續經營非常好 但是你要去做這樣子一個轉型跟創新 會是一個比較大的重點 然後再來 台灣的孩子非常非常的聰明 OK 那我們的文化的素質也都非常非常的好 在國際上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的國際觀卻非常的欠缺 還有再來東西就是我們的積極度 其實是不太足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期待你想要成功 你要在年輕的時候就要充分的展現出 你敢冒險 敢去 敢去衝撞的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我們是海洋的子民 冒險泛濫其實是我們的 生根在我們的文化底蘊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元素 那不要讓這個元素 埋沒在你的DNA裡面 而是要在你年輕的時候 是要更加努力的去把它發展出來 你總不會想要40、50歲才開始想要創 這太可惜了 對這是我給年輕人一點小小的建議 所以就是歐文就是覺得說對於這個大健康這個產業 其實說真的你如果想做的話其實就是just do it 因為說真的他們其實很特別是他們是跟AI做結合 但是很重要一點是說 你要知道說你的目標在哪 要怎麼去做 怎麼去實踐 對 那特別是歐文給年輕人的建議是說 你要去有自己的國際觀啊 嘗試任何的新的事物 那當然最重要的一點 那就是你要有積極度 你才可以實踐說你所想的不可能 沒錯 好那我們今天就非常高興邀請到Fibo AI 的歐文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我們謝謝歐文 謝謝 謝謝主持人 謝謝大家